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小时候我们的父母或者老师都会教导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双眼 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做完功课或者看书一段时间之后 都会去望望远处的树来保护我们的视力 不过在进入社会工作之后 我们基本上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长时间对着电路的屏幕 不单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视力健康 还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情绪 上版一组整天都对着电脑长时间看着屏幕 所以好多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视疲劳和眼干劫的现状 面对电脑屏幕所导致的视力下方问题 越来越多白领也都开始关注并职研究 怎样减低电脑屏幕对眼睛的伤害 面对电脑屏幕的困扰 相关的传言都在网上流传了起身 这条传言就说只要将我们的电脑屏幕调成绿色 就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视力 消除眼疲劳 就算对着电脑在内都不用怕 而且这种方法也都受到了我们的相班族的推崇 其实传言当中的这种护眼方法 通过更改显示器颜色参数切瞻 令到所有界面都不再是刺眼的白底黑瞻 而是非常之柔和的绿色 来达到令到眼睛看得更舒服 从而保护视力的效果 那绿色屏幕护眼的传言 究竟是否能够真的起到这个护眼的作用呢 还是它是这个望远处绿色植物 来保护视力的这个正确做法的呃传呢 下面我们马上正式展开调查 我们都说现在的相班族 都是长时间对电脑工作 但是不同的岗位的人 他们对电脑工作的时间应该各有不同 而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就先来了解一下 大家对电脑的时间究竟有多长 那想要了解不同岗位的人用电脑的时间 我们今次就选择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作为调查的对象 那我们一个节目组里面 有前期后期和文职各种各样的职位 那他们用电脑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那等一会我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他们用电脑的时间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核心部门制作部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么大的办公室 都是我们前期的工作人员共享使用的 而这个办公室最后面就是我们这个摄像老师的位置 不过今天摄像老师全部都出去拍摄了 那我应该要问谁好呢 对啊 小远你过来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摄像队里面的小鲜肉小远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平时用电脑的时间有多长呢 我们摄像的话每天都有出去拍节目 一天最多就是一两个小时了 哦 这样的 那我们的摄像老师就因为工作崗位的原因 所以他们平时用电脑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 只有一到两个小时而已 那我现在呢刚刚好就站在我们节目的制片 坐在旁边了 那我又去问一下他先 蔡蔡 我想问一下你 我看你平常用电脑的时间好像也比较长的 那你平常一般用电脑会多久呢 因为制片的工作 他有时候要准备道具嘛 然后如果一天有准备道具的时候 可能就是五个小时左右 但是通常情况下没有我到处准备的时候 就是六到八个小时 哦 这样子 那好像蔡蔡这样的制片 他们平时一上班就要用电脑的了 那他们用电脑的时间就好像我们普通的上班族这样的 那好了 下面我就要去问一下我们办公室 另外一头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我们优秀的编导 又去看看他们平时用电脑的时间有多长呢 嘿 小文啊 哈啰 我想问一下你 你们编导平时用电脑一般是多长时间的呢 呃 如果不出去拍摄的话呢 基本上就一天都会在这里写东西的了 有时加班就大概一天十个小时左右 哇 真的辛苦你了 其实做这个编导真的不简单的 好了 现在我就问完我们的前期工作人员了 那接着来我就要去问一下我们的后期老师了 好了 现在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的这个后期编辑区了 那看看吧 我们的这个后期老师全部都在很认真地剪片了 那现在在我身边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后期老师阿B了 那我们就问一下他了 那阿B 我想问一下你了 你平时用电脑的时间有多长呢 通常就早上上班之后就一直对到下班 就有时如果是加班的话就通宵都有可能 哇 平均下班的话就可能就34个小时一天 其实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职位不讲之外 大家一天当中至少要用到6个小时 如果是从事后期剪接 设计或者电脑编程等行业一人 很多时候都是连续使用电脑10个小时以上或者是通宵的 这次我们找到我国唯一的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医托单位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盧金华医生为我们解答这次的问题 卢医生 那现在我们都市人一般工作时间对电脑都需要有6到8个小时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间对眼睛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那么视皮脑呢主要表现为眼睛酸痛 眼睛干涩 眼睛脏痛 还有头晕头痛 注意力难以集中 记忆力下降等等 医生就说如果我们继续长时间超负荷地使用电脑的话 还会引起生理上面的改变 也就是说正眼会产生病理性的变化 这个可以变现为近时的增长 第二个就是对视网膜的损伤 长时间造成这种病理伤害是不可逆转的 那现在我们对内了这个电脑其实都没什么感觉的 只是觉得对眼睛酸酸的 要传言所说的这样来设置一下自己的电脑 其实将屏幕换成豆沙绿的操作也很简单 只要进入到窗面的个性化 点击屏幕背景 选择纯色 进入到其他 将色调切为85 饱和度切为90 亮度切为205 然后单击添加到自定义颜色之后 一路按确定就可以完成接着了 我现在已经将这个电脑的屏幕 调成这个豆沙绿的颜色 刚刚也试过打开不同的软件 看上去觉得这个视觉上是比较舒服的 现在的这个电脑 无论是打开文档还是上网 所有底色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豆沙绿 调查仍然试着下张屏幕调成了绿色 就是觉得眼睛看上去比平时要舒服很多 刚刚我就将这个电脑屏幕调成绿色 看上去真的觉得眼睛是舒服了 而且没有那么刺眼的 究竟是不是这个豆沙绿 起到这个护眼的作用呢 还是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就来到了这间画室 去找新老师问个明白了 今次我们的调查员找到的专家是 广东省美术教育协会的理事 申启仪老师 哇 这个画室真的好大 好多人啊 哇 看一下 哇 和我仔画那些画都好漂亮啊 哎 新老师在那边啊 哎 新老师您好 啊 您好 王璐 啊 你过来找我什么事啊 新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知道您呢 教了这个色彩已经很多年了 那最近呢 我在调查一个关于色彩的问题 那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绿色呢 是不是对于环节我们眼睛的压力 是也真的有帮助的呢 对 然后绿色的话 首先它从科学的角度去看的话 它的波长传播是最短的 所以呢 对眼睛的刺激是最低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从色彩虚拟学上说的话 不同的绿色层次给我们的内心感受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黄绿色它显得活泼清快 这种中绿色的话给我们稳重 一种这种平静的感觉 所以呢 从色彩虚拟学上认为的话 绿色的确让我们可以感到舒适跟平静 嗯 是这样子 那么刚才我们老师都说了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看到的颜色 很大程度上是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很容易会形成这个心理颜色的视觉感 那么绿色通常都会给人一种平缓和舒适的感觉 那么将这个屏幕调整为绿色呢 又能不能够从内都外这样去消除我们的眼疲劳 达到护眼的效果呢 我想呢还是需要靠这个实验的数据去说话的 那为了今次这一件事呢 我们就请了四位工作人员来充担今次实验的志愿者 那我们现在四位工作人员和大家打个招呼先 对了 那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前呢 我首先要了解一下你们四位的这个视力情况是怎么样先的 我的视力就比较差有六百多多我四百多多 那现在大家都已经了解了他们四位的这个视力情况了 不过我还是要将他们带去这个眼科中心 进行这个视力和视皮脑的检测 事不宜时我们马上出发了 这一次检测全程在努金华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完成 四位前者除了要检测证眼当前的眼疲劳之外 还要通过专业的检测仪器测试眼睛视力情况 绿色是否真的不起到护眼的作用呢 究竟真正起到护眼作用的是什么呢 我们又要怎样才可以避免眼疲劳呢 电脑应该怎样摆置呢 下次回来我们继续调查到底 经过检测 视频自然者的情况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于是调查员带着他们回到这一次进行实验的地点 那今天的实验就开始了 根据这四位视频自然者不同的眼睛的情况 那我就分配了不同的任务给他们 那现在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实验马上开始了 这一次实验我们将安排四位自然者进行不同的任务 一号自然者将使用绿色屏幕的电脑 二号自然者使用正常的电脑 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将会在文档当中打战 三号自然者在三十分钟之内什么都不做 只需休息 四号自然者使用正常屏幕的电脑 不过没有要求他做任何任务 好快 距离实验开始就过去三十分钟了 不知道我们四位自然者的感觉是怎样呢 那三十分钟的这个实验就已经过去了 那现在四位自然者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我们去问问他先 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我就觉得这样就像在平时周末在家里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你呢 我觉得睡得好好 你呢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接了上班差不多 那我们一号自然者呢 感觉很累啊 眼睛很疲劳啊 那现在这个三十分钟的实验完结了之后 他们四位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的了 不过我还是需要将他们四位 带到去这个眼科中心那里 再次进行这个眼部的检测 在这一次实验结束之后 四位自然者回到医院 做了个同样的眼皮疗和视力检测 而盧医生也将会就这一次 实验前后的两组数据 做同专业的分析 很快我们实验之后的检测数据也就出来了 调节灵敏度实验 就是翻软镜的检测 那么很明显 其实看手机的和看绿色软件的 这两个他们的调节灵敏度都有明显的下降 那么说明他双方都有比较明显的视皮牢 那休息的这个调节灵敏度就是有所提高 那说明就没有视皮牢 那么还有正常工作的 远近都有看的 那么调节灵敏度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那也有一定的视皮牢 那么另外呢我们的第二个检测呢 我们大自然中 可见光它的波段 主要是从三百八十纳米到七百六十纳米 那么这一个波长波段的可见光 就主要是红尘黄粒青蓝紫 那么绿色光的波长居中大概是五百五十纳米左右 医生就说了 绿色其实是处于人眼最敏感的色彩频率范围之内 但如果单靠我们前面的实验 是不足以用来说明绿色不可以保护视力 那刚刚专家就说了 其实这个实验是不足以说明 这个绿色屏幕是可以起到这个保护视力的作用的 那其实我想一下也对的 那么我们平时都会说 去保护视力的话 应该要望这个远处的绿色植物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大自然的绿色 和我们屏幕的这个绿色光是不一样的呢 还是我们眼睛望这个绿色物体的距离 也会有影响的呢 那么为了要求证这一点 我们下面马上做另外一个实验去验证一下先 同样在这次实验之前 调查人再次带着四个自然者先去到医院检查 看看他们的视力和眼疲劳 有没有恢复到原本的感染 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社会自然者无论是视力情况 还是眼疲劳都是正常的一个水平 那就可以开始这一次实验了 那刚才已经带了他们去到医院 进行这个眼部的检查 那现在他们的视力已经恢复正常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实验 还是需要到大家协助一起完成的 这一次四个自然者 根据视力情况分为AB两组 每组由一位实力情况较好或者较差的自然者组成 那在这里已经准备了四本一模一样的书 那等一会你们就要带着这些书去到不同的地方看的 那今次的实验时间是为了一个小时 那实验完之后我会再带你们去到医院进行这个眼部的检查 A组两位自然者去到户外读书 B组的两位去到室内读书 户外组自然者每隔十分钟 休息五分钟望向绿色食物 一个距离五米 一个距离0.5米 室内组每隔十分钟 休息五分钟望向绿色电脑屏幕 一个距离五米 一个距离0.5米 这次检测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而这次的结果非常有趣 因为死亡自然者的视力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但从这些数据当中 我们发现近距离看绿色物件的1号和2号自然者 他们的视力变差了 同时眼皮路也有加重吹响 而距离5米看绿色物件的自然者 仍然是视力可以得以保持 从刚刚这个检测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远距离看绿色的物件比近距离看绿色的物件 是更加有效地去保护我们的视力 那是不是单靠绿色来保护视力是不行的呢 那么绿色是作为我们人眼最为敏感 也是最为舒适的一种颜色 那么绿色它对眼睛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么这个目前也有说法 说是绿色可以让眼睛得到放松 从而使我们的视力得到改善 可以保护眼睛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正确地去看看 首先绿色是作为一种 确实能够使眼睛跟我们的心理得到放松 感觉比较舒适的一种颜色 但是它的作用仅限于提高我们的舒适感 自密的距离 远处的绿色对我们的眼睛才有较好的放松作用 那主要放松的原因是因为看远处 如果你把静触的物体做成绿色 用来保护眼睛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因为静触的物体本身就对眼睛有比较强的调节刺激 那么你再长时间地去注视这种静触的绿色的物体呢 那么对我们的眼睛都是必带以利的 那我们现在上班做事一般都是离不开电脑的了 那面对印度人的这种问题 我们应该要怎样做才可以降低电脑对于眼睛的伤害呢 但是呢如果是在我们近距离工作中的背景 设置为绿色的这一个行为呢 那么我们也要对它进行分析 如果是文字背景设置成绿色 我们要考虑到文字跟背景的对比度 文字跟背景的对比度也会直接影响 我们眼睛的辨识的难度和疲劳度 所以也不能一味的把背景设置的颜色的过深 这样减低了对比度以后啊 也会引起我们眼睛更加疲劳 盧医生就说其实电脑屏幕的颜色不适宜太深 这样不单止会令到文字不容易辨识出来 还会令到我们的眼睛容易疲倦 那现在呢有不少的人都担心自己长时间对着电脑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颈椎啊 那所以有不少的上班族都会拿些书去电高这个电脑的屏幕 来保护自己的颈椎的 那其实这一种做法对我们的眼睛又是不是好的呢 它的屏幕是不是直立的 对 它不是平常的 对 它直立的 直立的屏幕其实不用太高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低要低头 所谓低头足是上颈椎嘛 但是高的也上颈椎 电脑屏幕跟我们眼睛之间的距离和角度 都是有讲究的 因为从人的眼睛的生理上来讲 人从直立行走以后 我们的眼睛在平时户外活动都是轻微的往下方 大概成10到15度的夹角看东西的 这是主要方便看清楚路面 以保证安全 所以说我们的眼睛有这么一个生理特征 所以我们的眼睛也要有15度的前倾角 那么我们的电脑呢 都应跟眼睛平齐或过高 应该略为低于我们的视线 那么电脑屏幕的中心跟我们的眼睛成 水平视线成10到15度的夹角最为合适 现代生活工作学习避免不到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如果要防止因此带来的视角疲劳 眼睛干劫同酸脏等不清 医生又有些什么建议呢 在近距离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 一定要给一个时间限制 那么超过这个时间 一定要休息 就是通过看远处来休息 对我们的眼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第二呢 像通过一些闭眼 还有一些按摩眼周的穴位 也可以改善一些血流供应 也可以使眼睛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 那么其次呢 从那个药物方面 可以在过度用眼的人呢 可以使用一些润眼剂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也有一些食物 那么对我们眼睛里面的 必须严肃进行补充的 比如说我们的胡萝卜树 我们的叶黄树 就是我们平时呢 就是有意思地去增加 这些食物的补充 那么也可以对我们眼睛 起到一个营养的作用 那么除了刚刚医生 讲到的这些建议之外 其实给我们眼睛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也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养成这个良好的用眼的习惯 才能够有效地缓解我们的眼疲劳 以及保护我们的视力 生活调查团提提理 将电脑屏幕切成为绿色 其实并不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 这个只是看远处的绿色植物 可以保护视力正确做法的鹅花 真正起到护眼作用的是看远处的视频 好了 我们今期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的话 记得要数一下我们的意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好了 我们下期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的 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